老娘费心培养了两只小鬼 都被你给收了 法师 我看把你自己赔给我吧 灭账 叶少阳骂道 自己一只手抓着狗魂锁 一只手提着谢玉清 根本就没办法对峙这只狐精 谢玉清这时清醒了 发现自己的处境 先是惊恶 随后耻声尖叫了起来 别叫 一切都有我 死不了 叶少阳宠他瞪着眼 谢玉清毕竟是警察出身 受过专业的训练 很快就冷静下来 用力抓着叶少阳的手 一动也不动 现在的他 什么也做不了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动不脚 不给叶少阳添乱 叶少阳急忙催动钢气 灌入手臂 将腰气逼出去 重新抓紧谢玉清的手 手中急卵如麻 他大小 修炼毛山体术 体魄远远强过一般人 现在伸手拉着一个人 想要坚持十分钟不是问题 关键是情势太被动 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而且还有一只狐精在自己身上 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 但肯定不是好事 狐精尖叶少阳能轻松地逼出自己的妖气 也是吃了一惊 改变策略 朝着勾魂锁爬了过去 双手紧握锁链 释放妖气 本想用妖鼠来打落勾魂锁 哪里想到 这勾魂锁不是反物 遇到妖气入侵 猛然亮起了一道黑光 反时胡精将其打飞出去 幸好这胡精是已魂魄出现 身轻如无物 凌空翻了两个跟头 又飞落在叶少阳的肩头 咯咯地笑着 嘿嘿 法师一身都是宝啊 幸亏没跟你斗法 不然我不是死定了 不过法师 我看你能不能扛住这一下呢 嘴巴猛然张大 两排森森獠牙 对着叶少阳的肩头 用力咬了下去 啊的一声 惨叫声从两个人口中一起发出 不过胡精叫的声音要大得多 身形晃了晃 从叶少阳的身上跌落下去 叶少阳抓住机会 拼尽全力挥动手臂 把谢玉京向上提了一段高度 谢玉京另一只手 立刻抓住他的肩膀 两只手都有了着点 对他一个警局的精英来说 事情就好办多了 当下 吸了一口气 以叶少阳的身体为支点 踩住他的肩膀 向上攀爬 谢玉京顺着勾魂锁 很麻利地爬了上去 总算回到了楼顶 急忙趴下去 把一只手伸给叶少阳 拉他上来 一扫眼 看到那个白影非常敏捷地 顺着墙壁又爬了上来 飞速地接近 他上来了 小心 谢玉京用尽全身力气 将叶少阳猛然拉了起来 叶少阳一只胳膊搭在天台边眼上 回头望去 这胡京正好通过一个窗台 借力猛然地跃起 扑向了自己 还敢上来 叶少阳手伸入腰带 夹出一张灵符 迎面拍了过去 正中这胡京的面门 一声惨叫 胡京翻身跌落 叶少阳借势爬上天台 俯身看去 那胡京顺着墙根 一柳檐地奔向了远处 好险 叶少突然地跌坐在地上 回想起刚才的经历 也是出了一身的冷汗 假如自己跟谢雨晴中的一个人 有反应慢了一点 恐怕 现在两个人此刻 就在楼底见面了 这栋楼只有四层 会不会摔死不好说 不过至少要骨折 甚至来个半身不随 他冲谢雨晴笑了笑 说道 这次 咱俩相互救了 谁也别谢谁了 刚才怎么回事 我不是在帮你烧纸吗 怎么清醒过来 就是那样一种场面了 叶少阳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然后分析起来 胡京 果然是诡计多端 他不敢与我正面为敌 趁我超度那两个小鬼 心神最集中的时候 浮在你身上 本来 想对我吹一口妖气 这算是胡京的特长 一口妖气 就能让人迷失心智 被我发现后 谢雨晴表情怪异地 捂着嘴巴 叶少阳连忙摆手 他没成功 虽然我当时有点懵逼 但我也明白 不能占你便宜不是 他见我起身了 知道我会很快看出破绽 所以才假装控制你的愤怒跳楼 引我过去 形成那种局面 可以说 他的计划得逞了 叶少阳摇了摇头 叹道 不愧是五大家先之少 功于心计 可惜 他到底没能看穿我的实力 咬我一口 反被天师血所伤 假如他当时用别的腰手 咱俩现在 八成都在医院呢 谢雨晴听了这番话 也由不得感慨了一下 这胡仙 确实好聪明啊 都快赶上 聊斋里的故事了 你以为 聊斋全是编的 那里头很多故事 都是蒲先生 搜集的民间传说 本来就是真的 叶少阳抬起头看的 表情突然僵住了 怎么了 哎 你刚上来 你就想下去啊 叶少阳一把拉住他 脑海中琢磨着 安慰的话语 脱口而出 感谢观看的